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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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基本配置 但是它的这个价位呢 在Downtown的公寓里面 算是价位比较偏低的 加拿大这边 事实上很多白人 他们是更喜欢住 Downtown的这种公寓楼的 有很多退休后的老年人也是 因为它相对方便一些 不需要除去 对 然后每层楼都有 那个打扫卫生的嘛 它有24小时的安保 然后每一层都有 自己的security的一个钥匙 你没有 不是这个住户 你任何人都进不来 然后对 最重要的就是像我说的 它有这个打扫卫生的呀 然后它有很多这种活动的公共区域啊 年轻人就可以在一块开派对呀 交险朋友来的时候 你可以去那个公共区域 把它全部包场 做一个大派对呀 都没问题 健身房也有 然后大部分公寓呢 还有桑拿房 对 说起来健身房 我一般去那种公寓楼 都是特小一个非常小的这个屋子 这个只有一个跑步街啊 几个哑铃啊什么 但是这个楼的健身房 我刚才去看 色的也特别大 对 外面的健身房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可能稍微小小 但是也是一个非常合格的健身房 对 Guardian它这两栋楼 它的健身房是连在一起的 那它的这个健身房 在Downtown的公寓里面呢 算是最好的之一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频道 我们主要是讲一些在加拿大买房 卖房 一些相关的知识 如果你对类似的视频感情趣 别忘了订阅我们频道 对不对 对分享订阅加点赞 有任何需求的话也可以在频里去留言 走吧 好 现在带大家去看公寓 带大家来看一下 走走 对东南 好 我一进来首先给我的感觉很明亮 对你看它一进来跟正常house一样 就是会有一个 叛径 放鞋的这种对 没有什么太大的闪光点 其实今天这套房呢 它是一个银行拍卖的公寓 所以它银行把这个价位 目前定的是高于市场价 然后是要40万以上吧 可能大家最终还是卖不出这个价 但是它要求 它写出来这个价格是偏高 这样的一栋公寓 基本上在两时一厅 在这栋楼的话 应该是卖30多万加币 我觉得36到38万之间 应该是差不多的 OK 往这边走 首先是一个卧室 你看要不要看一下 卧室 进来看看卧室 多难觉得这个卧室有什么感觉 感觉这个卧室很小 对它的view好像也不太好 对吧 有一个楼大 对 这个也是公寓楼 对面也是一栋公寓楼 和它这个不是一个物业 但是就是挡着了它这个风景 所以这个公寓楼 其实它的这个朝向呢 你看是朝东的 这个是朝东 对 所以你太阳一升起来 因为凯尔加里的地平线特别平 所以你每天早上是能够看到日出的 不会被任何建筑物挡着 日出就是在这个位置 地平线这个位置 然后再往这边 你往这边来的东西 你知不知道那个建筑 那不是凯尔加里火焰队的主场 对 这个地方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卡尔加里火焰队是卡尔加里的一个冰球的队伍 冰球在北美是非常流行的一个运动 尤其在加拿大是最流行的一个运动了 所以说几乎每个大城市像蒙特利尔啊 温德华呀 杜仁多都有自己的冰球队伍 非常的出名 一到这个有比赛的时候 那种特别特别多的人 直接全部有运动到那个队伍 所以说下面这里下面会稍微的拥挤一些 对 多难说的 就说到了住在这栋楼的第一个缺点 被你给说对了 因为它两侧 楼的两侧都是单行的 所以你如果想进它的停车场呢 一定要从这个11阶 然后绕到12阶 这个过程是一定要经过 你刚说的这个冰球场的门口 所以说一到这个冰球季的时候 真的是堵车非常严重 可能你从前面的路口 想看到停车场就得堵十分钟 十几分钟这样 然后也会非常的吵闹 咱们现在这栋是在25楼 所以它的这个也不会相对来说会安静一些 但如果你住在20以下的话 可能这个到了冰球季的时候 就特别的吵闹 大家都在喝啤酒 大家晚上都在外面欢呼 对 尤其是赢了以后 对 赢了以后 全程都都很沸腾 输了以后会砸平 也会很长 反正就是 这是一个小缺点 你喜欢的一个浴室的装修风格 东南特别喜欢的这种 里面是玻璃的 带点玻璃的 太帅了 反正住公寓一个 稍微一个小缺点 就是到处都比较宅小 这套房子 这只是这套而已 对 它事实上很多粮食一厅的空间 是至少比这个大三分之一的面积 这个面积是确实非常小 因为你看我们每次做节目的时候 都是叨叨我俩一起讲解 现在叨叨想进来进不来 哇 再往这边来就是客厅和厨房 我觉得那个特别碍眼 东南 这个大柱子 对 为什么在客厅 客厅本来就不大 这是个承重的柱子 还不能拆除对吧 但是我觉得除了缺点的话 还是有优点的 整个当趟一览无余 然后还有河 那边是河 然后那边是整个卡尔加里火焰队的主场 然后整个一片那边卡尔加里的那个住宅区 也是尽松眼底 非常好 给人心情感觉非常好 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建筑吗 你知道的 这些建筑 比如说那个比较高 那个比较低 行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往这个方向呢 叫做National Music Center 是国家音乐中心 Studio Bell 你看到没 看见了 对 那个的话 其实有很多来卡尔加里这边的游客呀 他们也会冲着这个国家音乐中心来 然后再往你正前方呢 这个是咱们的Center Library 2017年世界十大建筑 对 是非常非常帅 非常名气非常大的一个图书馆 也算是卡尔加的地标型建筑 然后再往这边去呢 就是卡尔加的市中心了 你看现在能看到那个钟表 对不对 那就是China Town的那个 还是什么 那个像钟表一样的一个标准 然后再往左边去呢 就是一大批的这种石油公司 现在有很多都已经外租给IT公司 楼下现在正对着的这个位置呢 是Casino 就是全球最大的这种连锁的赌场房 Casino 连锁 然后Casino对面就是卡尔加里特别有名的Stampied Park 所以说每年Stampied都在那举行 对 所以你如果住在这个楼上的话 你如果你是买了这边的房子 夏季想往外租的时候 Stampied的时候 这边一个一时一厅的房子能租到二百七八十 一晚上加币 哇哦 我之前租的价位 如果是两时一厅的话 我觉得租个可能三百八四百多加币 应该没什么问题 这是一天的价格 所以你就是租房致富的对不对 对 哈哈哈哈 它这个因为影响力特别大呢 所以Stampied Park门口站 就见着就有C春站 也就意味着这个楼的对面 你过了马路就是C春站 哇哦 然后在这个楼和C春站之间呢 有一个建筑叫做Bmo Center 也就是这种 有很多大型的这种宴会啊 车展呀 都是在那里举行的 所以这个楼对面的一系列的这个建筑啊 导致呢 它的这边的等于是各种就是赛事啊 各种对比赛啊 各种就是说可以参加的新奇活动 是不断的 所以你如果作为住户的话 在这边可能会觉得有点长呢 但如果你说你是一个就想买一个房 作为投资房 对对对 对这栋房子呢 它永远不会不租不出去 这个真是太有优势了 对 因为这个Stampied 每年吸引的人 不能说上百万也有几十万吧 应该是一百多万 是卡尔加里整个城市居民的总 就是说一样的这样一个数量 因为这栋楼一时一听的 你知道多少钱吗 不知道 一时一听的 也就是才卖到最低的卖到16万加币 那如果说你是贷款 去购买这样一时一听的公寓 然后你正常一天是能租到 淡季的话是79到99 是没任何问题的 然后你旺季的时候呢 夏季是能租到129到149的 然后你到Stampied期间呢 你这种一时一听16万的房子 一晚上是能租到259以上的 而且不仅仅能租房 比如说卖个肉夹馍 卖个对比 应该给你卖烤棉花呀 而且你知道吗 像那个Bmo Center 他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 很喜欢看这种演唱会啊 如果你喜欢看脱友秀的话呢 他常年都会有这种 就是在国际上特别有影响力的 包括之前 赵本山来过呢 但是奥巴马之前 就在这下面做演讲了 真的假的 对 但是上迈2003家 比我也没去看 实在不怎么喜欢他 然后还有那个 像太阳马戏团 这种国际级别的马戏团 要干嘛演出 也都是在这栋楼面前 所以说你住在这栋楼 咱先别说 他的这个价位怎样 就是所有的这种 国际型的赛事 或者说演出 你想看下个楼 下个楼你想赌博 想赌博 下楼过个满路 就是卡西楼 赌博再加上它违反吗 看年龄 看年龄 你进赌场不是有年龄吗 要求吗 多少岁 21岁吧 对不对 那我不能去 我还这个太小 我就不想录 我们再看一下这边的主卧 有没有洗手间吧 好不好 卫生间 进去给大家借话 下边来 我把灯打开 这个洗手间 我觉得 在公寓里 算是比较标准的洗手间 是吧 浴缸一般来说都没有耗色那么大 然后整个格局也是稍微小一点 厨房你觉得怎么样 厨房我觉得挺现代的 我觉得这个厨房挺现代的 因为起码给人感觉挺干净的 明显是一个粮食一厅的公寓 但是它的冰箱只够一个人有 这个阳台如果是年轻夫妇居住的话 它完全可以自己把它装饰一下 我见过把阳台装饰的很漂亮的年轻人 好 看完这套房 我觉得可以总结一下 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阳光比较明亮 然后景色特别的好 稍微有一点点狭窄 因为我一直是住耗 这个户型你不喜欢 价位你不能接受呢 也不用说是对公寓有这种抵触心理 事实上像我说的 这个公寓是高于市场价的 包括它这个户型也并不是特别完美 如果说你对公寓感兴趣呢 随时可以给我们留言 没错 或者加我们的左下方的微信 对 你想看什么价位的十几万的 或者是上百万的公寓 我们都可以带大家去看 大家对这期节目呢 对开尔加里有什么问题 要感想的话 随时可以留言 没错 只要是合法的 我们都满足大家 好了这期节目先带大家看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相关的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分享加订阅 咱们下一节目见 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